Hello,大家好,我是亚提米思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Hello,大家好,我是亚提米思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提玩塔罗 那我们今天要来占卜的题目是呢 你该不该继续努力喜欢这个人 我知道很多人呢 在喜欢某个人的时候就会很努力的想要追对方嘛 哦,那这种努力呢 当然有很多方式 可是对方如果一直没什么太多回应的话 或是回应不是那么积极的话 要不要继续努力下去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占卜的题目 好,我们也要在画面上会看到四种宝石座 我们今天选择的一个参考 第一种呢,是草莓金 就是草莓色的水晶 好 第二种呢,是红碧玉 好 第三种呢,是红兔毛水晶 好 最后一种是紫离灰石 好的 现在呢,请你闭上你的眼睛 神呼吸三次 深呼吸完了之后呢,请想着某个人 想着你自己 想着我们今天的题目 我该努力继续喜欢这个人吗 想到了之后呢 请睁开你的眼睛 从这四种宝石当中 直觉选择其中的一种 选择之后,请你记住上面的号码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如果你是选择到草莓金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选择到草莓金的朋友们 蓝天米斯的频道呢 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 那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呢 donate我的频道 支持我把这个节目继续做下去 好的,我们在画面上看到12张牌哦 那前三张牌代表是你之前的努力 对他是不是产生一些影响 那现在中间这六张是代表他的一些想法 那后面这三张是代表未来的一个发展哦 好的,我们看到第一张牌呢 是权杖十的正位 我们看到的是恋人牌的正位 我们可以看到权杖二的正位 其实你真的很努力 他也看到了 而且他很清楚你就是喜欢他才会做这么多事情 他心里面非常的清楚 因为我们这边从恋人牌啊 还有权杖二就看到就是 他自己也清楚就是因为你真的很喜欢他 而且你做了很多 多到他有时候都很想叫你停下来 就是不用这么多 你太累了 他其实有点 不是有点 他有点 好,不是只有有点 他是很过意不去 对,他是一个很过意不去的状态 所以你做的这么多事情会让他觉得压力其实有点大的 而且他其实很清楚你喜欢他 他也有考虑过就是要不要跟你有一些发展 可是这中间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自己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些人身上的规划 不见得会 会继续留在你身边 或是跟你可以 就是 就是处在一个比较 嗯 好啦,简单来说就是 他如果答应跟你的一个感情上的发展 可能就会变远距离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那如果会变成远距离的话 他自己也在思考说 这样真的好吗 所以呢 他之前可能对你的回应不是很多的一个原因就在这里 好,我们来看中间这六张牌 第一张牌呢 我们看到的是权杖三 然后我们看到宝剑巴的逆位 我们还看到恶魔牌的一个逆位 他自己其实本身很清楚就是 接下来可能要去哪里 然后会做什么事情 他知道你很喜欢他 可是他觉得如果变成远距离恋爱的话 他跟你之间的感情可能就会 发展的不是那么顺利 而且可能会让你觉得 压力很大或者是 OK,或许你也曾经告诉过说 告诉过他说 你不喜欢远距离恋爱之类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有把这些事情放在他的心里面 然后他自己本身其实是有在思考这件事 他不想要让你受伤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权杖三 然后还有特别是宝剑巴跟恶魔牌的逆位 他自己没有搞不清楚状况 他就是太清楚状况 所以他很怕他如果给你一个正面的回应的话 是不是会让你就是 之后会反而会因为这样很受伤 所以呢恶魔牌的逆位也代表一件事就是 因为他很清楚他接下来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 或者是他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跟你是处在一个远距离的状态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感情 然后呢我们这边看到权杖骑士 还有看到女教皇 这几张牌就讲到几个重要的讯息 就是我觉得权杖骑士讲到一件很重要的点 就是他很清楚你对他的这些努力跟付出 然后他心里是很高兴的 他自己是很开心的 就是他被你这样喜欢他真的很感动 我觉得他是处在一个内在很感动的状态 可是权杖骑士也有一个要往远方去的一个感觉 而且我觉得他自己好像也很清楚 就是就算他答应你可能不久之后 马上就会变成远距离 这样对于这段感情来说真的不是好事 而且对你来讲可能杀伤力 也不能说杀伤力啦 应该说对你来说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 会让你变得很难过之类的 所以女教皇牌呢也讲到一件事就是 他现在很冷静在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会这样 他宁可先不要接受 或许他只是要去一段时间 他回来之后再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是他是对你心怀感谢的 好的我们看未来你跟他的发展 你要不要努力下去呢 我们这边看到保健国王的逆位 保健七的正位跟权杖式位的逆位 其实这几张牌就代表着几个重要的讯息 就是对于这个宇宙给你的答案 其实你可以不用这么努力 没有关系啦 就是说有时候你还是应该要先问清楚 他之后可能有没有什么人生计划 人生规划之类的 然后会不会跟你之间就是产生 比如说远距离啊 或者是产生其他的问题或状况 我觉得他自己很清楚 那或许他会暗示你 你可能要稍微清楚的看一下 另外一件事就是 从盘面上看起来我们看到 保健国王的逆位跟权杖式位的逆位 我觉得他会很清楚的让你知道 不用再努力下去会比较好一点啦 所以我觉得他不是讨厌你 他也没有对你的付出感觉到厌烦 他的态度其实很清楚就是 如果真的在一起 那对我们两个人都不是好事 当然有可能就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接受远距离恋爱 所以他会觉得可能 接下来会发生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不如就先不要 然后他也不希望你难过 或许一开始就不要答应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冷静会去思考这件事情的人 所以他会希望就是不要伤害到你 然后他自己可能也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有压力 我觉得这是他的选择啦 那在这个排面上我会建议就是 其实你也不用再多努力下去会比较好一点 有时候不急在这一时好吗 好的我们用爱德西宇专博卡来看一下这个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我们看到的第一张牌叫做爱让一切变得不同 爱能疗愈过往双痛 给人安全感 自我加积 自我的真实感 其实宇宙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你的爱已经让他深深感受到这些事情 然后对方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其实是很感动的 他也很感谢你 所以我觉得他面对你的态度一样还是会还不错 可是他其实真的很难答应你 因为我觉得他也不希望你受伤 另外喜欢吸引喜欢 如果你渴望生命中出现更多的爱 就要让自己成为更有慈爱心的人 这宇宙在告诉你就是 除了他之外 你还是可以吸引别人喜欢你 那对象上可以不止他一个人 对你来说会是比较好一点的 那如果你坚持要他的话 那这个宇宙还是告诉你要有耐心 这个耐心可能需要一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办法等到他再回到你身边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因为喜欢会吸引喜欢 你可以去喜欢别人 因为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好吗 就是选择到草莓金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 好的选择到红碧玉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选择到红碧玉的朋友们 亚提米斯的频道呢 已经开启的超级感谢功能 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呢 懂得我的频道 那这时候把这个节目继续做下去 好的 我们看到这十二张牌 前三张牌呢 是之前一段时间 你的努力有没有对他造成一些正面的一个影响 好 那中间六张牌代表现在他对你的一些看法 还有对你跟他之间的关系 你的努力有没有对他造成一些影响或变化 那后面这三张是未来你们之间的发展 好我们看到第一张牌呢 是权杖国王 死神牌 还有圣碧玉都是正位哦 那这三张牌代表的是 我觉得啦 他自己本身对于感情这件事情兴趣缺缺 不是对你是对感情这件事 那他并没有 这是之前一段时间哦 他并没有想要谈恋爱 那但是他知道你很主动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权杖国王跟圣碧玉 他也觉得跟你在一起很开心 你做的这些事情 他其实有让他心情很好 可是要推动他想要去谈恋爱 需要一些时间 因为有时候啦 对某些人来说 就是如果他一时没有想要谈恋爱的话 你就必须要花很多力气 让他开始有那个想法 所以至少前一段时间 你会觉得你的努力好像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一个情形 是因为他自己其实对爱情这件事情没有抱太多的一个想法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情况 他的一些想法 有没有因为你的努力做一些改变呢 好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前币三的逆位 权杖七的正位 还有权杖八的逆位 这几张牌代表他最近还是很忙啦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最近的努力好像还是石头丢进水里面都没反应的话 就是也不能说完全没反应 还是有点连依啦好不好 就是他自己其实有想过要跟你谈恋爱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很有 可是他自己目前比如说在工作上 然后他要遇到的一些问题比较多一点 看到权杖七 那权杖八呢 还有权杖三都代表着 比如说他在赚钱这一块 他其实还不是很顺利 然后工作上很多东西其实也还没有很顺利 对他来说就是目前 似乎还不到他想要谈恋爱的时间 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快速的回应啦 但是你说完完全全都没有影响吗 也不是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钱币九的正位 宝剑八的逆位跟钱币二 我觉得他有看到你这个人 他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对象 他之所以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好的回应的另外一个原因是 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好的生活 有时候他觉得他配不上你 坦白说是这样 因为钱币九代表的一件事情是 他觉得你真的很好 至少对他来说 他没有办法在如果真的答应你跟他谈恋爱 就是两个人真的在一起的话 他会觉得他没有办法在爱情跟面包当中 做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他没有办法给你他想要给你的生活 所以对他来说 我觉得他是一个头脑很聪明的人 他并没有不清楚状况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宝剑八的逆位跟钱币二 他很希望就是你跟他都可以过得快乐 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务实的人 他觉得钱很重要 至少要有钱 两个人才可以好好的谈恋爱过生活 所以目前的他我觉得 你会觉得你的努力好像回报不多的原因 也是因为他自己现在的重心 我觉得还是在工作跟赚钱上面啦 好我们来看未来的发展 好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魔术师牌的逆位 还有圣杯酒 还有皇帝牌 我觉得在未来会有还不错的发展 而且他会越来越主动 一开始 接下来两三个月当中 你还是会觉得他的主动反应不会太多 因为我们看到这边是魔术师的逆位 但是这从魔术师到 皇帝牌的正位 中间有一个过渡其实是圣杯酒 其实他慢慢发现 你是一个很好的对象 是一个很好的谈恋爱对象 他会不想要放掉你 可是呢 他必须先把他手头上比如说赚钱啊 工作的事情先好好安排到一定程度 先稳定下来之后才会想要跟你有一些发展 所以我会觉得 接下来可能要花三四个月的时间 让他慢慢去把他想做的事情做好之后 他就会给你回应 那你要不要继续努力呢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保持跟他互动啦 但是就是说有时候也不用太大力啦 因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可是如果你愿意继续努力的话 其实在一起机会我觉得蛮高的哦 好的 我们用爱的序语章不卡来看一下这个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第一张牌呢叫乐于表达爱 当我们表达爱 我们就开始接收到更多的爱 这宇宙在告诉你就是 如果你希望他对你有更多正面的回应 其实有时候你的努力 不见得是要去帮他做很多事情 我觉得这种务实的人 这种个性很务实的人 他自己可以去处理很多东西 但是他需要知道你还是保持继续爱他的 那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他就会知道说 嗯 你是一个好对象 保持信心 对当前的处境 保持信心 这宇宙在告诉你 这状况没有很糟糕 没有不好 你要有信心 你是一个 你做的都很对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那对方对你也很肯定 只是他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正面的答案 他有他自己的古迹 他觉得 他想要变得跟你一样好 才能跟你好好的爱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觉得他有好好的想过这件事啦 最后用行 最后行动顺于空谈 用行动来表达你的爱 这宇宙还是告诉你 就是说 没关系你就继续做吧 那我个人读到的讯息就是 你还是可以努力 但是就是不要让自己觉得很累好吗 就是你想努力 你就努力一下 那如果今天觉得很累 那就算了 有时候我觉得看心情去做 要不要努力 也是一件还不错的事 好 就是选择到红碧玉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 好的 选择到红兔毛水晶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 好的 选择到红兔毛水晶的朋友们 要听米思的频道呢 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 那这个功能就是斗内的功能哦 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呢 做一次新的斗内 支持我把这个节目继续做下去 好的我们看到这十二张牌 前三张牌代表前一段时间的努力呢 有没有对他造成一些影响 或者是一些想法上的变化 还有他可能为什么反应不是很好 那中间这六张牌是现在的情形 后面这三张是你们之后 感情上的可能发展 好我们看到前三张牌哦 第一张牌呢是世界牌的逆位 第二张牌呢是前比一 第三张牌呢是赢者牌的正位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然后他一开始并不觉得 你会喜欢他 有时候他觉得你在开玩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世界牌的逆位 他觉得你跟他就不是一个同世界的人 他觉得你就 你跟他可能有一些差距啦 那这种差距可能就是让他觉得说 你应该不会对他有兴趣 好 我们这边看到前比一跟赢者牌 但是他自己对你是很好奇的 他有偷偷在观察你 在想说你是不是真的是喜欢他 他还是有点存疑啦 所以我觉得你的努力是有一些效果的 好我们来看现在的情形 第一张牌是权杖八的逆位 圣杯六的正位 还有圣杯国王 这三张牌里面呢 其实讲到一个还不错的讯息 就是我觉得他开始慢慢对你敞开心胸 只是他还是会有点卡卡的 会卡卡的 就是他自己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互动 但是他会愿意开始慢慢跟你分享一些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会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圣杯六跟圣杯国王都代表 其实我觉得他对你的感情是有慢慢累积出来的 你的努力是有一个成果的哦 只是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很懂谈恋爱的人 他是一个我觉得在恋爱这一块相对来说 他就是一个没什么经验 或者是就算有经验 他的技术好像也没有累积上去 所以你很难期待他很浪漫啦 但是我觉得他对你是开始有感觉的 我们现在看到权杖五的逆位 我们还看到魔术师的逆位 我们也看到圣杯四 那他自己也在问自己说 我到底该不该跟这个人 就是跟你呢 有更多的一些回应 他自己有在思考这件事情 可是一个比较大的重点是 从魔术师牌的逆位就讲到一件事 就是他到底该怎么样去让你知道 他其实也OK呢 他自己其实不知道该怎么起头 所以我觉得他在恋爱方面相对就是比较笨的那种人 就算对你真的有想法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起头 有时候你遇到这种 在恋爱关系上比较 技术不是那么好的人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并不是他觉得你不够好 而是他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这其实就是比较尴尬的地方啦 因为你也不可能去教他说 那你应该怎么做嘛 对不对 好的我们来看最后三张牌 第一张牌呢是保健六的逆位 第二张牌呢是审判牌的正位 第三张牌呢是权杖侍卫的逆位 好的这三张牌讲到了几个重点 就在未来你们两个人之间我觉得感情的发展上 这个宇宙在告诉你 可以继续努力 但是不用努力过头 不要让自己觉得很累 你的努力会有回报的 我们这边看到 选判牌的正位代表就是 你做的好的正面的事情越多 你就会越容易得到他对你的爱 而且保健六的逆位跟权杖侍卫的逆位 会很明显的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个人 傻傻的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展现对你的喜欢跟爱 或许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夸张 或许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笨 可是你会很开心 所以我觉得你就做 你就继续努力 你的努力其实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回报 但是这需要一点时间 审判牌往往需要经历一个相当 也没有到超级长 就是他可能需要个半年吧 所以你还是要有一点点这个时间去累积了 好我们用爱的序与专卜卡来看一下 这个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我们看到第一张牌叫做 活在当下梦想未来 如果敢于梦想万事都有可能 这宇宙在告诉你就是 你真的要帮自己梦想一下未来 跟他在一起的这个未来 这其实还是有可能的 只是也许现在他的反应让你觉得 为什么好像都没有一些反应 为什么反应都是这么的奇怪 那有时候你要体谅一下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在爱情方面有天分的 好吗 好第二张牌呢叫做选择爱 你永远都有选择权 可以决定 可以自己决定该怎么做 我觉得在跟他这个关系当中 这宇宙就提醒你 你想怎么样对他好 你想怎么样对他 你就做你自己就好 我觉得这个人其实是 他有观察你 他知道你是怎样的人 所以你就做自己就好 最后浪漫爱情 对于你钟情的对象 对某位你钟情的对象 大方表达关心和爱 这宇宙在告诉你 你喜欢他就做吧 你想做什么你就做吧 不用考虑太多 你展现你的浪漫 其实有时候对他来说 他会更开心 然后他会更愿意的去 有所反应 只是他的反应方式 说不定会让你觉得 有一点点奇妙了 但是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他的话 你就要勇于接受他 好吗 好 就是选择到红兔毛 水晶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 好的 选择到子黎灰石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得到的占卜结果 好的 选择到子黎灰石的朋友们 ATBC的频道呢 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啰 那超级感谢这个功能呢 就是斗内的功能啦 欢迎大家呢 透过斗内呢 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 让我的节目可以继续做下去 好的 我们看到这12张牌 前三张牌是代表 你之前的努力 对他是不是有造成一些影响 中间的6张是 他现在的状况态度 还有他现在到底 对你的努力 有怎样的一个想法 后面三张是 你跟他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好的 我们来看前三张牌 第一张牌呢 是盛北齐 第二张牌是道调人 那你以为第三张牌呢 是盛北义 我觉得他对你是 对你的这些行动 他自己心里面是有感觉的 他有感受到你对他的喜欢跟想法 盛北义跟盛北七 其实也代表了一件事就是 我觉得他对你的 勇气跟努力 是相当肯定的 是很正面的 那 他自己也知道 你对他可能会有很多一些 期待跟想法 可是他对你的 就是跟你发展感情 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只有看到盛北义而已 所以 我觉得他本身 其实有 思考过 他跟你合不合的来 适不适合这件事情 所以他是有在观察你 有在想的 好 那我们中间这六张牌 看一下他现在的状况 第一张牌看到的是盛北六 第二张牌是恶魔牌 另外第三张牌呢 是节制牌的正位 我觉得他会慢慢跟你靠近 变成好朋友 但是感情上可能有一点困难 这个 原因在哪里呢 好 我们来讲一下 第一张牌呢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盛北六 盛北六其实代表的是 他会开始跟你分享一些 他的心情跟想法 我觉得他会慢慢 让你知道 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然后他觉得你很棒 所以他 我觉得他想要跟你当朋友 可是恶魔牌的逆位 跟节制牌 就代表了 很有趣的一个讯息 好了 我觉得对你来说 可能不是一个有趣的讯息 就是 你真的确定 他对你是 怎么说比较好呢 好 好了 我觉得在性向上 你应该不是他的选择对象 应该是这么说 也就是说 也许 如果你是女生 你是侄女的话 你可能是爱上一个 同志的男生 就是 对方可能是同志 那 或者是说 如果你是同志的话 你可能爱上了一个直男 等等之类的 就是 在性情向方面 他似乎并没有把你 列为他的参考标准 参考标准内 你似乎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这么简单 就是这样 所以呢 节制牌代表的是 他对你的态度上会 形成一种很有节制的状态 就是 他不会有什么超出 不该做的事情 他不会想要跟你上床 好 这样有没有很明显 就是他对你 他对你并没有太多的一个想法 就是性方面的想法 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这边还看到了教皇牌 我们还看到了 魔术师牌的逆位 我们还看到圣杯酒 教皇牌加上魔术师牌的逆位 我们用一个最直白的一个讯息的翻译就是 他就自己觉得在面对你的时候 他就像一个出家人 对你完全心无杂念 没有任何的想法 那魔术牌的逆位已经是没有欲望 到教皇牌已经到心无杂念的地步 而且完全没有想要有一个开始 想要跟你有什么变化 那请问一下 他怎么会对你会有任何的爱情上的想法 而且圣杯酒代表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他自己可能 他在他自己的感情世界当中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还蛮圆满的部分 但是这张圣杯酒也讲到一件事就是 他懂你对他的喜欢 他了解他知道 那他也很感谢你 就是这种忠心的感谢 其实就是不见得能够化为实质的一个感情 好吗 好 有时候解到这种牌的时候 我自己也是会觉得有点 我自己讲这个牌内容我不会尴尬 但是我有时候在面对到来问的人的时候 我就会思考该怎么说会比较让对方不尴尬 对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三张牌 好 第一张牌呢是 雨者牌 第二张牌呢是宝天器 第三张牌呢是 这张牌就是审判牌 这几张牌其实讲到几个点了 雨者牌就很清楚 就是你终于知道 这是没有机会的事情 因为雨者牌有时候在塔罗牌当中 他有一个零的概念 那零的概念就是 没有机会 但是他是不是一张不开心的牌呢 也不会 因为有时候雨者牌就叫杀人又杀父 我们还看到保健器 我们还看到审判牌 我觉得这个人 他或许 他或许并不会跟你在一起 或是跟你有感情上的发展 可是保健器跟审判牌 也代表一件事就是 他内在 他内心当中有在打算 怎么样帮你找一个好对象 你的付出不会没有回报 但你的付出可能 不是原本你想要的回报 有时候就是有一种赛翁师嘛 胭脂非腐的感觉 就是这个人他会 好啦 头逃暴力 他会给你一个 满意的结果 但这个满意的结果 可能就是他介绍一个更好的对象给你 我觉得这也不见得 是一件坏事 而且至少你会很清楚 就是他真的对你是没有兴趣 这种没有兴趣不是不会 就是不是不爱你 那种是他 就是不管是身体上 或心灵上 就是没有兴趣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 什么恶魔牌的逆位啊 我们还看到教防牌啊 然后还有这个 魔术师牌的逆位 我们还看到这个 愚者牌的正位 所以我觉得你也不太难过 因为他会带给你的 可能是你意料之外 更好的对象 你的努力 是会有回报的 或许你会多一个闺蜜 你会多一个好朋友 然后你还会有 你还会有一个好的对象 所以 至少审判牌在这边代表的是 只要你付出是正面的 你就会得到一个正面的良好的结果 所以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答案 你也不用太过难过 好吗 好的 我们用爱的序与张卜卡 来看一下这个宇宙 给你的补充讯息 好 第一张牌呢 叫做爱原本的你 这宇宙在告诉你 就是说 你现在该做的最大的一件事 是爱你自己 其实原本的你就很好了 你没有什么问题 这宇宙在告诉你 你原本就很棒 你是一个具备神性的美好人类 值得拥有生命 必须给你的一切美好事物 对方没有反应 不是 你好不好 你很好 我觉得对这个人 也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可是他没有办法爱你 所以这个就不要强求 好 你被爱所环料 爱无时无刻不在 只要承认这个时尚 就感受得到 除了他之外 我觉得其他人 有其他人还是喜欢你的 好吗 那你还是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就看你要不要而已 好 最后是给予支持 以真心付出 来表达你的在乎 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占卜的这个对象 是一个很好的对象 然后他可能也遇到了一些状况 我觉得这个宇宙在鼓励你 继续给对方一些支持跟帮助 你给的这些正面的帮助跟努力 其实最后都会化作 正面的能量给你 而且你会得到的是 比你原本想象的更好更多 我觉得这不管是在 用爱的虚拟占卜卡 或是陶罗牌来看 其实都是一个 还蛮正面的一个答案 所以不要太难过 好 这是选择到 子黎灰石的朋友们 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啰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还有把这支影片 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